好 羅申 我覺得我這個黑框眼鏡 一直擋到我的視線 我覺得妳的黑框眼鏡比較好看 LuLu 是因為我的眼睛比較漂亮 我可以用比較細的 那妳的太粗了 所以妳就要用粗的 妳的眼睛比較醜 所以妳要用粗的 羅申幫我帶小孩好不好 好… 有無限想像空間的對不對 對 那阿典呢 妳們台藝大喜劇系有關什麼 就是環境劇場 然後還有就是發洩情緒 我先講一下發洩情緒好了 就是老師會先放一些 就是很心靈的音樂 然後大家就是很安靜 老師說 妳們真的好可憐喔 妳好慘 妳心情真的好不好 真的很不好 然後就是想要讓一些 比較害羞的同學 可以去釋放自己的情緒 結果有一個同學就死不釋放自己 他就這樣 對,然後老師就... 老師就... 就是打到他哭 然後他就出來了 阿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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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吧 出來吧 出來 Anderson有什麼其他的課程嗎 就是我們有一堂課 叫做情緒記憶 然後那堂課是在開學後 沒多久 差不多三個禮拜就開始上 然後情緒記憶就是老師會指定 你說一個東西 然後說為什麼你要介紹它 然後說出它的由來 就比如說我可能問納豆哥說 為什麼你會買這個眼鏡 然後你可能就開始回答 然後老師就會從你的對答當中 再一直反問你為什麼會去做 這些事情 然後就會把你一些內心的 很私密的東西全部講出來 然後是大家圍一個圈圈 然後大家開始分享自己的事情 可是那時候 大家都還不認識彼此 所以你要講出這些話的話 是需要你非常放得開 你才能去分享這件事情給大家 然後老師就利用這個方式 讓大家更認識彼此 那最後還有一個叫做 無食物的這個課程是什麼課程 無食物就是 你也是要去想像一個東西 然後它是真實存在 然後你要 沒辦法拿這個東西去呈現 可是你要想辦法表演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你在做什麼 今天可以讓我們同學 稍微體驗一下這樣子的課程 好 好不好 那就RURO來體驗一下 那無食物的話 大概要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可以自己想 那像有人就會選的什麼煮泡麵 就是一些家生活中的事情 RURO來試試看 泡泡麵 無食物 就是沒有那個東西在你想像 對 當然可以講話嗎 不能講話 像老婆啦 像老婆啦 對 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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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食物要寫實是不是 對 那RURO算誇張嗎 就是誇張 對,他可能自己很油膽 他有表情 還沒加水 還沒加水 我幫他加水 我幫他加水 幫他放水 放了,他剛剛已經烤了 已經放了 好 RURO的表演 Anderson 你們班上有人這樣表演嗎 不會 就是你要照著你的思考邏輯 對,就是 因為你泡完你不可能直接吃 因為超燙的 對 然後就是 倒水的話 你應該也不會拿水壺刀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飲水機 你應該是用按的 不一定 又人是倒水 但是他倒完之後 他不可能蓋下去 那個紙不會燙 他不能這樣 對 然後像拿泡麵 其實你自己也要先設定好 你要表演的是 哪一個廠牌的泡麵 因為每個泡麵的大小不同 所以你拿的方式也不一樣 有的話 對 有的話你可能是這樣子拿 對,這些小細節老師都會去刁難 就也是培養觀察力 對 這個我們的大賀 你是一直要表演什麼嗎 我要拿那個是什麼 是 我手上拿的這個是我們今年的 壁製的我們的套餐 這個好好的 謝謝 謝謝 劇嗎 傻瓜村 傻瓜村 然後在六月一號、二號、三號 在新北市演藝廳 然後裡面有一些套餐 換 換個餐 傻瓜村 換個餐 對,傻瓜村是我們小楊姐的壁製 歡迎各位主持人可以來看 怎麼收視演出 六月一號、二號、三號 在新北市演藝廳 大家支持一下 新北市演藝廳 對 剛剛在問我什麼 沒有,你是想說 不是有什麼要示範或表演的 沒有,因為剛剛原本出來就要送 可是我沒記 那這樣你就是自己去看 沒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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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就好了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問的是 比如說你們的戲劇課有沒有什麼 很特別的一些訓練 對,有沒有別的課程 就特別 有一門戲劇治療 戲劇治療其實 它不是真的要給你治病或幹嘛的 可是 也可以說是治病 可是是心裡面的病 就是老師會要你把 你生活中的一些 曾經受到的困難 或者是曾經受到的挫折 或是一些 你覺得很難解決的問題 跟家裡人、跟朋友 那他會... 你是那齣戲的主角 然後請班長同學分成一組 然後你演爸爸、你演媽媽 然後跟他們講 整個事情的經過之後呢 把他演出來 然後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呢 去找出這問題的徵集的奶奶 在哪裡 然後立即解決 然後立即解決之後 也許可以幫助到他啦 其實因人而異啦,這樣子 然後會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譬如說摸紗之類的那種這樣 摸紗 沒有,就是會是體會一些 體會一些事情 摸紗啊、摸水啊 對 其實體會觀察真的都很重要 對不對 艾波 我想請問四位同學啊 你們平常上課練習戲劇以外 那你們既然你們這麼喜歡演戲 那在生活上 你們有用什麼方式練習演戲嗎 我會在坐公車 因為平常交通工具是公車或是捷運嘛 那我坐公車的時候就會... 其實有沒有幹嘛 就覺得今天如果穿得漂亮的話 漂亮啦 不是,我可以... 你講話走 就是可以稍微 就是假裝是在找座位啊 可是其實可以走出去嗎 不行 可以 假裝在找座位 可是其實就是 是在一個軟位的感覺 就是... 一個軟位 我自己在公車上走秀嗎 是... 然後會假裝有攝影機在拍我 真的有 真的有這樣子 然後開始做一些情緒上面的練習 幹嘛 不要拍那麼近 有毛孔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種感覺 是這種感覺 好,今天請我們整理的一些同學 旁人對戲劇劇同學 一些刻板迷思 首先的第一點是戲劇劇等於假 戲劇劇的同學他會演的 是真是假傻傻分不清楚 好,請問一下戴惟生 如果朋友太愛演的話 你可以接受嗎 Juicy 我個人是OK啊 可以接受 因為我個人就是 很愛演 對 因為我之前跟鳥宇哥 就是為了搶便當的戲 上演一個戲嘛 嚇到了欣欣 那個Juicy跟小新 Juicy 就是我就說 我就說... 我想要吃雞肉飯 她就說不想 不行,你只能吃恐肉 我說為什麼 我就走了 然後之後 Juicy就看到我好像哭的樣子 後來 Juicy就跟鳥宇哥說 你趕快去追Juicy 快點,她哭了 她其實我們在外面 已經吃得很開心了 嚇到旁人 對 跟四位對於第一個這樣子的指控 你們承認嗎 全差 都不接受 為什麼要在相綱 為什麼不接受在相綱 因為我覺得 對啊 整個的跟戲劇性相處方面來說 其實我們跟人跟... 是人嗎 跟是講人,對不對 對 整跟人之間的相處 我們其實是非常的... 關東煮來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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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我們都怕 對 是的,我覺得這一題要問莫莉 因為莫莉是真的跟阿典相處過嗎 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跟這種很愛演的人 在一起反而還有很多優點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是真的是 很真性情流露的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耍心機 所以跟他們在一起 對對對 他們是很直接的 妳自己也是很愛演員 對 而且我自己也很愛演